大家好,这里是花苗娱乐,我是小编 今儿小编跟大家唠唠张恒 张恒是郑爽的前男友 也正是因为郑爽,张恒如今才火了 郑爽张恒这俩人是在这就是铁甲这个节目中认识的 当时张恒是总监,郑爽是明星嘉宾 俩人认识是很自然的事,对吧? 认识之后,张恒对郑爽那是非常好的 谁知道最好竟然是表面的 郑爽这傻妹子也没看出来 于是郑爽对张恒就更好了 张恒说要搞公司,郑爽就借给张恒两千万 这时候网上很多人都说张恒是吃软饭男 郑爽就不乐意了 于是带张恒一起做电视节目 开始包装张恒,炒作张恒 就是为了让大家赶脚张恒也是明星 郑爽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个儿的男朋友张恒竟然是世界第一渣男 郑爽对张恒这么好 没想到张恒跟郑爽在谈恋爱的时候 就偷偷懵懵的录音了 在后来发展张恒出轨了 郑爽就跟他分手了 不过他们还有两个代孕的孩子 张恒表示郑爽欺养两个孩子 张恒输了一百次要打死郑爽 可以看出张恒的所作所为 绝对是张男了对吧 这些还不够 张恒输了官司 就开始发露音 发聊天记录 张恒说郑爽偷碎漏碎 小兵赶脚偷碎漏碎的事 税务会查清楚的 但是咱先甭说郑爽是否偷碎漏碎 就说说张恒这人品是不是很差劲 郑爽借给你的两千万你不承认 然后在三审官司要开打的时候 张恒赶脚可能会败诉 就开始放出这些聊天记录 这种是不是小人的做法 这样的人以后谁还敢跟你谈恋爱 昨天张恒发文表示 如果指控我是个渣男 我可以忍 这意思就是张恒承认 自己就是渣男了 张恒这事没搞到钱 所以有想跟郑爽同工于尽的赶脚 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告诉我们啥呢 那就是女孩子找男朋友 可不能找比自己差的 所谓女不下架 看来古人说这句话 那是非常有道理的对吧 从古到今凤凰男都是这个套路 好了本期小编就落到这儿 张恒发文承认自己是个渣男 你对张恒咋看呢 你支持张恒呢还是支持郑爽呢 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点赞留言告诉小编 哦好了本期小编就落到这儿 想看更多最新八卦娱乐 欢迎大家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